过年回村前和回村后的区别 回村前还是个穿搭精致的小仙女 回村后刚好遇上大降温 人都要冻死掉 然后怎么穿暖和就怎么穿了 小仙女变身脆花了 回村时如果村中的信息集散地 成为大妈大爷讨论的焦点 过几天后成功和大妈大爷打成一片 坐在一起开始讨论别人 但是你不能提前离开 要不然你又可能成为大妈大爷的讨论对象 回村时爸妈都特开心 嘘寒问暖 没几天后他们变了 开始使唤你了 回村前人想着放假了 每天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 回村后大早上就被爸妈轮番 催着起床叫吃早餐 说不吃也没用 从暖和的被窝里拽都得拽起来 然后还被各种念叨 各种俗乱还被嫌弃 回村前我的身材管理 每天吃多少东西都是有计划的 回村后农村里挨个儿半酒吃席 好吃子停不下来 顿顿都是大餐 还减啥肥呀 吃了再说 回村前出门基本上都是打车 回村后乡下的交通有限 小巴车那个大突起 也得抢着坐 去亲戚家 或者在别的长辈面前 问的最多的话题 要么就是工作正面挣钱 要么就是找门找对象 哎哟烦死了 我是不正经学姐 冬天冻死个球啦 不过咨询 不过咨询